全球新冠肺炎确诊个案突破53万宗 超过2万4千人死亡 20国集团就疫情举行紧急视像峰会 国家主席习近平说 疫情是共同敌人 各国必须攜手压制疫情蔓延 新冠肺炎疫情威胁全球 20国集团星期四举行紧急峰会讨论 峰会亦首次以视像形式举行 以免各国领导人碰头增加感染风险 国家主席习近平感谢多国 在中方最困难的时候施与援助 提到目前中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 而当前疫情在全球蔓延 国际社会最需要的是团结应对 习近平说 中国将会加大向国际市场供应药物 生活必需品 防疫物资等产品 又认为各国应该联手加大宏观政策对冲力度 防止世界经济衰退 我呼吁20个集团成员采取共同聚作 减免关税 取消避零 产通贸易 发出有利信号 提振世界经济 复出士气 习近平说只要各国和州共济守望相助 一定能够彻底战胜疫情 20国集团会后发联合声明 说病毒无国界 承诺团结一致应对这个共同威胁 各国会及时分享疫情资讯 增加医疗用品产量 投放更多资源研发疫苗和药物等 确保国际间的药物和农产品等供应链不会断裂 各国也会投放合共5万亿美元刺激经济 抵消疫情的影响 声明又说各国官员之间正密协调 以协作封关和撤桥等措施 对于东京奥运因应疫情推迟举行 20国集团就予以肯定 无线电视记者梁永山报道